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跟你分享 什么叫做大数据 这个图叫做什么图,你们知道吗 它就叫文字云 这就是我用Tablet去做出来的 这样可以了解 我们用那个POWBI是做不出来文字云 那从文字云这个图表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什么 跟什么有关的字 例如说我今天只打Big Data 然后去找 假设是一万篇的文章里面 跟Big Data经常出现的字是什么 这就是文字云关联 关联 举例来说 我们今天我当然要把大数据分析里面精髓告诉你们 我就先去把很多很多 现在大家都在做大数据分析的文章 网络文章全部收集过来 然后直接去跑一个大文字语 它就会告诉我 那个Big Data 大家可能最关心的是什么 应该看得到吧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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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age是什么 Store是商店 对不对 Storage是 是一个储存这些大数据分析的一个地方 仓储 好 还有 这边可以看到什么 分析 大数据分析 对不对 还有什么 Tekanology 就是 那个所谓的一个逻辑 我真的要告诉你 这个文字语的重点 这个文字语的重点 你已经看完了 而且 这应该在你的脑海里 印象很深刻 至少有三个字 大数据分析本来就是 大数据本来就是你大概知道的 可是你会对这三个字很有印象 再过来就是看一下 这些文字的叙述 我的意思就是说 看图笔看文字 更快让人理解跟印象深刻 你们说是不是 是吧 你不要再去看那些中文字了 看那些中文字也是浪费时间 好 这样子 有没有问题 所以 接下来 我们可能重点 我刚刚有没有跟你们提 我们要教什么 大数据的分析 那个分析的方法 对不对 那个就是技术 技术 然后至于说 资料仓储 例如说你的资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对不对 充满 那你应该会有很多的资料的分析 所以我们分析它都是写一些函式 然后再透过一个统计图表来去呈现 好了 那我们就大致上先讲解到这个地方什么叫做大数据 对不对 对不对 有很多的资料